娱乐圈鲜为人知的关系 哪一队最让你意外 第一队 王祖兰 陈奕迅 王祖兰跟随奶奶回东莞的时候 才知道陈奕迅的曾祖母是自己的姑婆 这样算起来陈奕迅是王祖兰的远方表哥 第二队 胡慧中 孙丽 胡慧中前段时间在某平台注册公众号 两人还闹了个小乌龙 众人这才得知胡慧中是孙丽的姨奶奶 第三队 腾格尔 凌花 凌花有一次采访中透露 自己每年过年都要给腾格尔拜年 网友因为好奇这才爬出两人的关系 原来凌花的姨夫是腾格尔的兄弟 第四队 王阳 韩庚 由于两人长相过度相似 网友经常把两人认错 让人没想到的是原来他俩是亲表兄弟 第五队 陈鹤 陈凯歌 陈鹤凭借爱情公寓火遍全国 映着越来越出名 网友们也爬出 原来陈鹤的舅舅竟然是陈凯歌 第六队 王洛丹 朱丹 一次采访中朱丹透露 自己的妈妈带着朱丹改嫁给了王洛丹的爸爸 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 两人是没有血缘的亲姐妹 第七队 倪平 倪大红 倪大红 倪平看似不相干的两个人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原来倪平有个妹妹嫁给了倪大红 所以倪大红应该是倪平的妹夫 第八队 刘备 张若云 刘备和张若云都在娱乐圈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 没想到现实中两人的关系这么硬 刘备三婚改嫁给张若云的爸爸 所以刘备算是张若云的后妈 第九队 成龙 董又林 董又林之前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时候 曾爆出他与成龙的关系 网友们这才反映过来 原来他是成龙大哥的亲外甥 你还知道哪些娱乐圈的亲戚关系